2007年 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讲了14个字 字字让人眼含热泪 毛主席与华国锋 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他们既是同志 也是战友 更是朋友 共同为新中国的发展而努力 那么 在这次最后的相见里 华国锋对那个已经离开他30年的老师 到底说了什么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毛主席和华国锋是有一定渊源的 他们都在相谈生活过不短的时间 都是从湖南的大山里走出来的 当一人去世 另一人注定余生都将身陷回忆的痛苦之中 这对师生间情义之厚重 让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的30年来 每年都去纪念堂看望他 从不曾落下 在他最后一次去看的时候 仿佛已经是预感到什么了 他在临走时 突然高呼的14个字 令在场众人纷纷惊愕不已 1953年 湖南诸州火车站 一行人神色匆匆地赶到停靠着的一节专列前 在马上要上车时 几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随手整理了夏宜蓉 才郑重地踏了进去 这节不大的专列里 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老人 他和蔼地看着几人 熟络地招呼着他们坐下 老人笑着 跟他们寒暄几句后 就让众人汇报起了当地的一些情况 十年32岁 面容稍显成熟的华国锋就在其中 他当时是湘潭县的县委书记 此次前来见这位国家领袖 是为了向他汇报 在湘潭农村开展的农业护驻祖的进度 这是这对师生的第一次见面 彼时华国锋认识毛主席 毛主席却不认识他 只知道这名年轻人 就是自己家乡的父母官 等华国锋紧张地 汇报完具体情况后 毛主席略有兴致地 又随口问了几句 关于湘潭当地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虽然这些不是一开始就说要问的 但是华国锋还是对答如流 显然是干了时事 对当地的各项情况深入了解了 听到回答的毛主席 很满意 对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说道 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下去了的 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华国锋听闻此言 倍感荣幸连连点头鞠躬 能被毛主席称赞 这是何等的荣耀 华国锋竭力地压下嘴角 却还是笑了出来 等他们从毛主席的专列离开后 笑容都一直挂在他脸上 就此 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实事求是的年轻人 1955年 华国锋作为预会代表之一 前往北京 参加了这年的中共六中全会 他才34岁 就参加了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在整场会议期间都十分的聚精会神 认真的听了 记录了各个发言人的讲话 尽量让自己不出一点疏忽 由于湘潭县合作化的成功开展 他被毛主席指定上台发言 给中央和各地方领导们分享经验 这么年轻 就在国家的最高规格的会议上发言 他表现得十分优异 不仅分析了关于合作社的开展的经验 还指出了一些问题 可谓是面面俱到 没有藏私 等到会议中途 大家都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毛主席把他叫了过来 指着他对旁边的人说道 这个年轻人是湘潭县的县委书记 是我的父母关乐 一个老实人 一个老实人 这是毛主席的评价 老实人适合什么 受称 2007年 华国锋最后一次到毛主席纪念堂 他最后说的14个字 至今仍令人感动 他到底说了什么 那时候 华国锋患上重病 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连普通的行动都很不便 饶是如此 当到了每年他纪念毛主席的日子 他还是坚持要起来 去毛主席纪念堂 家人们担心他的身体 纷纷说 今年就算了吧 他听后不以为意 只是落寞地说道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语成衬 这果然是他最后一次 去毛主席的纪念堂 回去后数月便刻然尝试 这对曾为了新中国 共同努力的师生就此纷纷告别人士 但据身边人说 在那最后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时 华国锋突然不同于以往的高喊了14个字 听到的人都无比动容 即使华国锋也曾为国家和人民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1975年9月5日 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中央代表团抵达西藏拉萨市 其中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首 在此将开展为期六天的慰问和调查 当天整个拉萨盛况空前 藏族和汉族等各族人民 夹道欢迎中央代表团 华国锋尽量地与身边的每个人握手 非常平易接任 参加完欢迎活动后 他跟随行的代表们商量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去平民们住的地方走走看看 看看西藏这十年来的变化 十年时间 整个西藏最大的改变是平等 在党和国家的努力下 这十年来过去那种封建落后的思想 基本被消除了 上级对下级的剥削再也不见了 人人平等的思想 深入到了血域高原上的每个人心里 黑暗的过去再也不见了 几天下来 看到这一切 华国锋和各代表都很欣喜 他们和藏区的人民热情交谈 几乎每一个藏民都会与他们提到毛主席 问毛主席来没来 感受到藏区人民对他们的热情 和对毛主席的爱戴后 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 当着现场的5万多人 华国锋读了毛主席发来的致点 引起全场的一阵如雷鸣般的掌声 可当有人向他问起 毛主席以后回来看他们吗 华国锋也打不上来了 会有机会吗 此时离毛主席去世 刚好还只剩一年 时间来到1976年 这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一年 因为这年有四次大地震 1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世界杰出政治家 外交家 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 十里长街宋总理灵鹫 甚至联合国也将半期致哀 7月6日 红军之父 新中国开国元勋 中国解放军缔造者之一 朱德元帅逝世 二十几天后 其28唐山大地震发生 二十多万中国人丧生 7000多个家庭无意存活 一座人口达百万的城市 一夜间被地震移为平地 被国际评为 二十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之一 最后一震发生在9月9日 这天天空下起大雨 似有所感 凌晨时分 一代伟人 中国人民的领袖 民族英雄 毛泽东与世长辞 神州震荡 举国悲痛 2007年 华国锋不顾家人的好言相劝 拖着病重的身体 执意要再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 在即将离开纪念堂时 他又出奇地高声喊了句话 像是再向这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 做最后一次道别 毛主席作为他的领路人 同志 朋友 可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人 那么 华国锋对他的老师 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呢 这是自毛主席逝世后 他多年来一直保有的习惯 每到那天 他总是雷打不动 风雨必打 人在弥留之际 似乎总是心有所感 在出发前 华国锋就对家人说 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了 1976年9月18日 一场由上百万人自发前往 中央组织的追悼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不单单是这一处 可以说全国各地的人民 虽不能来北京 但他们都在当地举行了追悼会 与会的一众中央代表 和各界人士揭怀着沉重的心情 来自宋伟大领袖的最后一程 而在毛主席追悼会的主持人 便由他的学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担任 他的确是最好的人选 毛主席爱人民 人民爱毛主席 顶着莫大的悲痛 华国锋读完了道词 并借着主持完了整场大会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华国锋经过与中央的领导们商议 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 他这个学生第一次违背了老师的意思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他决定保留下毛主席的遗体 以供后人瞻仰 并亲自批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等到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的那天 他到了现场 从头到尾参与了仪式的所有过程 毛主席纪念堂那几个大字 虽无署名 但其实是他写的 这个纪念堂于他而言 政治意义和情感意义都是无比的厚重 成为他缅怀老师的最好的去处 果然 这里也成了他每年必来的去处 1981年 他退休后 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了 有故人来访 他总是热情招待 就像一个普通人家和善的老人一样 但当有人还是成他 华主席时 他总会特地说 别再叫主席 我是老百姓了 晚年的华国锋 很喜爱种葡萄 在刚离任的那几年 他还特地去种植园里学过技术 据他外孙女回忆 最多的时候种了50多种葡萄 到收获的时候 还会送给附近部队的战士 他到风雨来临时 还会急着出去捆好葡萄架 2007年12月26日 因病住院的华国锋对家人说 他要去毛主席纪念堂 见他身患重病 已经行动不便 家人和医生都劝他 叫他别去 等身子好点再去 但这天是毛主席的诞辰 不是随便的一个日子 他对身边人说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言语中尽显落寞 当一行人到达毛主席纪念堂后 他处处驻足 认真地把各个地方 看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 当快要离开时 他没要家人搀扶 强忍着病痛 走到毛主席的遗体前 在其他人震惊的目光下 高喊道 像伟大领袖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此后 他再没机会来瞻仰毛主席了 直到第二年的8月20日 他因抢救无效 就此辞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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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